我们光讲 丹田一转 丹田转动 丹田就没有感觉是不行的 一还有蹲 重心下降 丹田的感觉慢慢就出来了 松的越好 丹田感觉越来越强 脚下的感觉 越来越重 越来越强 越来越有力量 有力量就越来越灵活 二 左手轻轻抬起 来 维持着松 肩关键的放松 松着起着 运动要僵直 要僵直 僵硬 松着起着 起着松着 所以手呢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二 松肩沉轴 屈膝松宽 松落 落下来 落下 体会这个手的松感 松沉感 身体的松沉感 单片的感觉 脚下的感觉 二 左脚 右手 先起 先起来 然后再落下 起落 起落 三 请 抬腿 三天保持不动 身体就会平安 三天气起步 身体就会摇摆 就会不定 下蹲开步 下蹲开步 开步以后要屈膝 腿不要伸直 膝盖要弯曲 重心依然保持不右手 重心保持不右手 以单天保持不右手 转 身转 肩转 五 一中心 一中心 看一看 看一看 宽 肩相可 宽一动 肩膀 然后叮得怎么了 一松落 就是松落 体会单身的感觉 一松沉 单身感加强 脚下的感觉 老刀 老嘴 二一年由内部运行至 胆甜 手也松开 手不要加入 不要合作 这个地方容易犯这个错误 合过来的时候很容易加入 松开 松开活开 松开活开 三 转宽 转肩 转手 转身 身子转 同时呢 重心由右腿移向左腿 趋向于中间 现在不要完全移过来 四 继续移重心 继续转开 转 开 一边转一边打开 转开 好 再来一次 一松落 有手 有手臂 有手臂内侧 意念有手臂内侧 往下 松落 二 有身体前侧 一致 胆甜 同时注意手上 不要加入 松伏 永远保持了松伏 三 转宽 转肩 转身 转手 重心到中间 四 再走 肩的主动性要有啊 手的主动性要出来 从了光转腰 把手给忘了 要有主动性 我们叫同步 一定要同步 一走 二走 同步 周身一架 上下相随 另外相反 走 走 同步 保持同步 练拳的时候 也这样去体会 去检验 一松落 一动 无有无动 二走 三走 转 四走 打开 好 五 放下 全身放松 两侧放下 重落 好 重心 收回 站起 好 放松腿 尤其是刚学的 一定要多放松腿部 这是我们这个 这堂课的核心内容 来抓住 去感觉这个运动的规律 继续 继续 散装 转 转 我们 试图 进行